我們 撕毀吧 Surprise! 嗨 大家好 我是Ruby 我是153 想不到嗎? 今天禮拜三為什麼我們出片呢? 因為我們最近決定把自己定位為 養成系YouTuber 什麼是養成系呢? 就像是養成系偶像一樣 對 我們要讓大家跟我們一起陪伴我們 一起成長 一起學習 對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影片內容 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做YouTube的這個討論啊 還有學習的過程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頻道原本就是從二三月就決定 已經要開始我們的發片行程 但是我們的第一支影片是在四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五 才發的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一剛開始太求好心切 我們就會想要什麼東西都可以確定好 不要就是有種模糊地帶啊 然後不確定 又比較想要完美 對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分享我們中間主要在糾葛的最大的三樣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主題 第二個是風格 第三個就是TA 也就是你的目標群眾 像是大家知道我們第一部片的主題其實是訪談系列 為什麼我們要做訪談系列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是新聞系 我們對訪談有很多相關經驗 而且我們也喜歡訪談 那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 就是我們以前在做一些廣播節目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是做訪談的起家 所以對於訪談模式是比較熟悉的 那加上我們也有去看一些YouTube的影片 發現在YouTube這個平台上 它如果是做人物專訪的系列的話 比較少見一點點 所以為了做出一種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決定還是要繼續就是堅持我們的訪談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是喜歡做訪談 然後也覺得 YouTube上面其實做訪談系列的比較少 我們好像可以從中去取得一個平衡 去做我們喜歡的 但是市場又是有需求的事情 對 然後我們也有想說 會不會我們邀請來賓 可能是大家不認識 或者是大家對那個主題沒有興趣 就不會有人想要點進來看 畢竟專訪它有一個特質 它是專門為那個人設計的嘛 但是我們後來想一想 就是我們一直在反覆的討論 一直瘋狂糾結 但想一想覺得 我們還是不能為了只想要做大家想看的東西 就放棄我們自己到底原本想要做的東西 而且一剛開始可能也會預設說 希望可能第一支影片達到怎樣的效果 或是我們就可以往哪個風格前進 但其實我們覺得說 我們好像一剛開始給自己預設太多了 我們應該要先做就對了 對 就主要是先做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在做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總是會因為你喜歡的東西 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客群 怎麼辦 現在拍到這邊有點小感動 有覺得有點立志 不說好感動 但我們也才剛開始做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實驗風格的感覺 所以其實就是那個養成系YouTuber啦 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前期的討論主要會放在自己的想做的東西 還有市場的區隔性來做一些平衡 其實第一集出來之後很多朋友 也沒有到很多啦 就一些朋友 對 一些朋友 有跟我們反應說 欸你們該不會主要是做給輔大學生看的吧 但其實不是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兩個系列 分別是我們的畢業系列 還有我們的生活系列 這兩個系列就比較偏向那種生活紀錄啊 還有一些分享的性質 但是為了要製造一點神秘感 所以這兩個系列還沒有上嘛 之後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喔 沒錯 神秘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找風格的這件事嘛 但我們就是覺得 我們不要先印象 不要先印象你的主題風格 或是你整個頻道的風格 甚至是你人要什麼風格 你應該是邊做之後 就去慢慢尋找 因為人格特質這種東西 其實不是你一天兩天 就是可以要找就可以找出來 它是要慢慢的去找的 各位朋友們 如果有覺得我們有怎樣的人格特質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跟我們一起學習成長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這樣 養成系YouTuber 對 所以今天這一集分享的主要 會是我們在頻道之前 做一些討論或者是主題的構想 那其實你確立主題之後 你才去討論後面要怎麼模擬 你的剪輯啊 像特效音效這些的 但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不再多做分享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問我們 那我們之後也許 也可以再針對這些做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養成系YouTuber手機 那以後我們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三 都會定期出這個系列的影片喔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很學習 畢竟我們兩個才剛創立不到一個月嘛 多給我們一點意見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可以跟大家討論 那我們下一支這個影片 就是下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三囉 好 我們下次見囉 下次見囉 我是153 我是Ruby 我們再下次一起 私會吧 掰掰